我根本就没有诚信的问题 也没有什么退选不退选的问题 国民党桃源市长参选人张善政被周刊爆料 在担任宏基副总期间 相当委会申请三年研究报告 获取经费5700万左右 但内容多处与期刊或国外报告相同 这个计划不是一个论文研究 也不是要我们去开发出什么农业的新技术 而是把国外现成很多新的农业电子化进展 介绍给我们国内的研究单位 强调周刊林之间的学术论文抄袭差很大 而根据周刊爆料内容比对 确实商业周刊1043期内容 和张成政主持的农业电子化发展策略分析与规划 有非常多部分相同 顶多改了一些字 但并没有附上来源 我们这些资料来源也都提供给农委会 未见的是在报告最后有一个清单 但是万一万一有百书一漏的话 我在这边也代表我们的团队 跟我们的农委会致歉 强调公开电子党部分没附上来源的 其实都有给 如果真的漏了会道歉 不过整份报告内容 不只和商业周刊一样外 周刊还列出十几项 包含无线网路应用农业研究 抄袭经济部的网站新闻稿 荷兰农业长期规划研究 也直接翻译网站没住民出处 甚至也有复制农委会的期刊 和把香港网站上的资料贴上 但没有改用语被质疑这份剪贴报告 值五千万吗 我们为了推广这些新的农业电子化资讯 我们巡回台湾很多很多农业研究单位 去做座谈会 做简报做谈会 这个计划的经费 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做这些 定调这报告本就是帮农委会收集资料 来源标注有瑕疵 绝非抄袭 但前对手因为抄这个字黯然退选 就怕自己也被陷入抄袭泥造 这位计划你们终于台北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